臺灣文化 就是臺灣原住民文化 臺灣文化就是臺灣原住民文化 可是遺憾的是 這個土匪政府、中華民國政府 我發現國民黨、民進黨都非常的糟糕 我贊同高清委員講的 我們失去我們的土地就算了 我們還失去了我們的尊嚴 所以說我會為了徹底解決這個臺灣的發展 因為臺灣的發展就是一部臺灣原住民的受難史 一直到現在 臺灣原住民的土地還被國家掠奪 我們的生存權還被國家掠奪 蔡英文政府還是欺騙了我們要成立臺灣原住民政府 到現在還是在糊弄我們 所以我要徹底解決的方法就是 我要積極推動成立臺灣最好的國立臺灣原住民大學 要附加在東華大學、政治大學的最好的原住民的學者 或最好的全世界的學者 全部都在國立臺灣原住民大學 以臺灣原住民為主體性 裡面會有什麼醫學系 什麼系都有 可是我覺得最棒的是什麼 臺灣這幾年都是靠誰? 張惠妹 另外還有誰? 奧運金牌的郭信存 所以我們的舞蹈、音樂、體育是強項之外 還有我們非常會懂得外交 這都是臺灣原住民的強項 可是我們都自我綁手綁腳 為什麼?我們已經被殖民幾十年了 以前被日本人殖民 現在被中華民國殖民 可是我們的政府並沒有深刻檢討 他們的錯誤在哪裡 現在就讓我們自己找到出力 我積極推動成為臺灣最好的 最棒的大學就是國立臺灣原住民大學 要用原住民的思考去看這個地球 臺灣的原住民就是世界的寶貝 聯合國已經宣言 已經呼籲各國要重視原住民的權利 可是遺憾的 我們的藍綠政府並沒有重視 我相信高均樹美會選到現在繼續選 就是他要看到原住民自治政府的成立 這是我們的願望 蔡英文政府在碳排放及碳交易上 竟然排除臺灣原住民自治政府 指土力財團 好在廖國棟立委發現在座的立委都參加 因為高均姐姐那天身體不好 她真的沒有辦法出席 可是今天我要談的是司法 可見的這個政府真的很糟糕 很過分 指土力財團 我今天談的是司法 原住民的司法情境都不被國家司法承認 這個是事實 原住民我們的國家又缺乏 專屬於原住民的法律或法庭 這也是事實 1993年聯合國原住民族工作小組 提出了原住民族權力宣言 在1995年 宗交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在2007年通過 也就是說 只要你是世界公認的原住民 你就會被聯合國保障 可是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到現在還在歧視臺灣原住民 好我舉例三個例子 第一個屏東縣來宜鄉 排灣族大頭目廖立華 竟然被屏東地檢署起訴 這是非常不尊重原住民文化的結果 他哪裡懂什麼是頭目 自己的紛爭 還輪得到你地檢署去修理我們嗎 真的很誇張 第二個就是霧台鄉 魯海族七年獵到臺灣黑熊的事件 黑熊也是臺灣原住民的獵物 為什麼只用動法法 沒有把原住民進去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不但知名我們的政府 在當時沒有經過原住民同志下 搶走我們土地 成立國家公園 成立靈活局 搶走阿美族的土地 成立獨棟管處 還有另外一個 尖鄉有個原住民的長輩 用他的手 撫摸那個小朋友的生殖器 竟然被新竹地檢署移送 用性器犯來處理 讓原住民社會化人 我小時候也被我的奶奶 我的舅舅摸過我的生殖器 這個是祝福 這什麼政府 這個政府根本正在歧視我們臺灣原住民 很糟糕的政府 很糟糕 立委我們要加油說真話 要成立自治政府 原住民資資的薪資是非常非常的低 就算你現在一個月七萬塊的薪資 也根本買不起都會區的房子 所以說很多原住民優秀的 甚至老師都不當了 可能去轉行做工程師 或自己開做工作室 才足以有能力在度會區買房子 所以說這個薪資的 尤其在偏鄉的薪資 要高於在平地的薪資 不是根本喔 我說你們會說太陽族的話嗎 你們會說嗎 很多都不會說 所以說我覺得 我要留住在地的優秀人才是應該的 可是要怎麼留住 要給足夠的薪水啊 你錢都養不住 這孩子誰要留在部落啊 不要在那邊叫原住民犧牲我們 這就是殖民政府下的悲歌啊 真的是悲歌啊 過分啊 中華民國政府啊 太過分了 一笑國際啊 當時摩納盧告如遺骸 也是在台灣大學 經過族人的抗議 才會到人來想 我告訴你啊 解決之道就是要成立台灣原住民自治政府啊 國與國啦 原民會議要提升到原住民自治政府啦 要不然都是枉然啊 歧視一直都存在 台灣通過那麼多的歧視法案 到現在 對原住民對同志還是充滿了偏見跟歧視 解決這個學術的傲慢 就是要成立台灣原住民自治政府 就是要依法來處理這不是人的教授去學校 背給他的預算 刪掉台灣大學的預算 我們要刪掉他的預算 不管為了誰當選 就刪掉台灣大學的預算 這叫權力的傲慢 這叫殖民政府 到現在還在欺負台灣原住民 土地沒還給我們 還坐見台灣原住民 不要臉的政府 不要臉 我自己也是獨立照顧我母親兩年 肺腺癌 因為我是藝術家 我的畫的價格很昂貴 所以我不缺錢 所以我還OK 可是一般的原住民家庭來講 很難負擔照顧父母親 或照顧脫婴的一些計畫 可是又遺憾的在殖民政府的殖民下 原住民得到永遠是最少的 不管是經濟也好 教育也好 我甚至我走部落看見 每個鄉一定要有一個日託中心 讓父母親可以在那邊 到孩子下班再接回去 還有孩子也一樣 你老人跟孩子沒有照顧 父母親怎麼去上班 這個是殖民政府的傲慢 我甚至不排除到聯合國去告我 中華民國總統 我告訴你不要逼我 我的英文能力跟中文一樣好 我可能也會到海鴨法廷 告不管是侯友宜或賴清德 或那個什麼柯什麼 我不還告他們 不好意思 語言就是文化 語言就是文化 我的有兩項 第一個學校跟家庭非常的重要 很多原住民的學生都痛苦了足以認證 可是遇到的長輩就變成了啞巴 所以它關鍵就是 要讓這些族裔老師的薪資要比照正式老師 不要說三萬六 六萬塊都可以 因為這個編下來也沒有多少錢 所以說老師的薪資一定要比照正式老師 而且待遇 福利 放假都要有 這是政府欠我們的 失去了語言的民主 就是像拼捕族一樣失去了根 我們不要變成第二個拼捕族 我當選立法委員 我也要去關心拼捕族人的權益 因為他們也是跟我們一樣 是在這個土地最早的族人 可是你看他們的下場 你看看小林村 你看看那些希臘雅 你看道卡斯 我們不要那樣 所以我們要 在說我的政見之前 我先要鄭重呼籲 未來誰執政 政黨的手 不要伸進媒體 尤其不要伸進原住民電視台 剛剛高慶委員說到分票的人 絕對不是我 因為他一定會當選 他上次五萬票 武力華跟孔文奇加起來 只有他五萬票 所以姐姐一定會高票連任 然後剛剛他說的 他要成立黨團 如果我當選立委 我願意加入黨團 一起為原住民 成立支持政府做努力 然後以下我要講我的政見 因為太多了 以下我就講簡個 第一個 我如果當選立法委員 會編率預算 因為我做了二十多年的社會運動 沒有土地就沒有原住民 政府對我們到現在 還沒有還給我們 XX的政府 XX 所以說我要編率預算 清查所有台灣原住民 主保護地 被非法買賣跟化名登記的 尤其他們講的 沒錯 新印象就是貧窮會大本營 許氏化縣長給我聽 你朝鮮被關了 你不要變第二個 第二個 要求政府在期限內 遷移困擾蘭嶼 向島屋主人多年的核廢料 很多人都沒有工作 我告訴你們 蘭嶼是全世界最棒的島嶼 蘭嶼的海洋 文化非文化是全世界獨有的 只有把核廢料遷移蘭嶼 把那個核廢商打掉 蘭嶼才有未來 真的我到現在都不敢去 因為我怕死啊 第三個 教育是根本 我一定會積極推動 全世界最好的 至少是台灣最好的 國立台灣有著名大學 這是我一定要推動的 第四個 原住民保留地 應該可以跟所有的銀行貸款 這就是為什麼原住民土地會 見價賣出 就是政府破斷我們的權利 讓我們的土地不能買賣 土匪政府啊 第五個 每個鄉至少要有一個日託中心 讓子女可以將長輩安心的 留在日託中心 下班可以接回 第六個 林務局 國家公園 還有東莞住 台唐退府會等 我沒有說全部喔 佔用只要是舊部落土地 全部要還給原住民 因為你看看司馬庫斯 就是有土地 才變成台灣最有權的政府 我的水田部落 我也帶領風山 現在我們也會超越 司馬庫斯變成 未來最有錢的部落 就是水田部落 第六個 第七個 莫拉克風災制 已經超過十多年 許多千村岸 例如新萊伊里那里 到現在土地又沒有給我們 讓族人住起來不安穩 哪天政府還要財務還地 你們知不知道 第八個 我會支持七年回鄉發展 提供各項必要的援助 最重要的一項 就是成立台灣原住民 政治政府 還有另外一個 原住民警察很少 我們要請再度恢復原住民專班 保障原住民檢查 有一定的比例在原鄉 才不會被警察欺負 真的 甚至不排除把警察權 收到原住民自治政府 真的 這個政府 做見台灣原住民 不要臉的政府 我看過最不要臉的 就是中華民國